是有道理的 因為在《基本法》已經寫明 第26條香港永久性居民 依法享有選舉被選舉決 這個依法就是華依《基本法》 不是由香港政府和一班建制派 在立法會包庇制 什麼法律都會通過 因為可以看一看 當日的草委已經說明 為什麼要加依法下去呢 就是因為怕立法會亂禁立法 幫助我們的保選和選舉權 所以我就思法不幸 希望這一次能夠成功 就告訴中央聽 香港是法治的社會 不是你幾個不法在亂說 在亂說的釋法 究竟你釋法是根據什麼 你這次提出的理據是否要求他推翻整個法例 還是要求他 要求他推翻整個法例 我要求推翻整個法例 我的理據就是 依法 依法享有選舉被選舉權 我們就說立法的原意就是依法 依《基本法》 不是依香港政府的立法 你自己覺得成功的機會有多大? 大律師就說成功的機會很大 但是香港政府都怕輸 就請了幾個大律師 和去英國找彭尼克軍將來打 那麼我們的大律師就說 什麼都不用的了 我出就行了 應該贏的機會是 是 百分比是很高 除非是有政治目的 除非是有政治目的 因為如果我們贏了這件事 我們將來那個選舉和政制 就是你不可以在立法會亂立法 又說篩選又說什麼又說什麼 是沒有用的 香港政府不可以在立法會立法 中央也不可以要香港政府立法 否則就是干涉香港內政 那麼那個矛盾就來了 那究竟你那個又框架啊 又說篩選啊怎麼來呢 這個引導得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贏了 我們就公民提名啊 一人一票選得走啊 是很有希望完成的 好 多謝